真的别酸朋友们别酸 你要是不懂吧 我就跟你讲 咱你就说你问 你好好问 然后呢我跟你讲到底咋回事 你说这台湾领6000块 这家这些人酸的 我真的觉得说主要看到两种这个评论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吧 酸的毫无道理 就是你举的例子吧 根本不对 就是所以说我跟大家再重新分享一下 翻墙过来的这些朋友们 你们再听听看 好不好 今天就我跟宝贝两个人 所以我做了两个菜 这个是毛豆仁 炒毛豆仁 这边是早上在这个市场买的素食料理 我还觉得挺好吃的 好了开动啦 开动 嗨大家好 我是阿丹 这崩巴都是开钢的时候 巴安丹起来要订阅 都是吃饱饭了 聊聊天吧 一样开始前是一分钟的 给我做一下广告好不好 这个电风扇的话 天气热了是不是 很多朋友开始问我了 阿丹呢你那个 四月份那个团的那个什么 那个电风扇的 我没跟上团呢 或者是说阿丹你那个还能再开团吗 真的好用 这个电风扇 从去年我卖到今年 一样山水集团的 大家老朋友的话都知道 阿丹的话 所有开团的这个电气产品的话 全是山水的 为什么 他们售后服务很好 公司服务很到位 昨天有个朋友问我说的 山水不是说这个什么破产了吗 还怎样 现在都是由台湾这间公司代理的 所以说就是产品都是从他们那边寄出来 大家可以放心 然后这个电风扇的话 我简单说两句 三档风速 这看不太出来 这最大风 然后我最喜欢它什么 它是充电的 这个不是USB的 就这种充电线的 很方便 你在家里充完电 你想提训哪吹 你就去哪吹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评论说 那个大姐说 她还犹豫想不想买 说在夜市看到有人拿这个吹 感觉还不错 光夜市都吹 那比我还这个什么 我听到有人说是在 浴室里吹 就厕所 太热了上厕所 然后呢 有给宠物吹的 有大姐说 更年期晚上睡觉太热了 就放在床头吹的 我家呢 主要是拿在车上去吹 真的是车上 我呢 后面的话没有冷气孔 太热了 所以说很方便 最主要它充电的什么 你充饱了电 你家里停电的话 都可以用 一样可以吹到风 是这样 我把开团的链接 放在这个留言区置顶 然后对 它转头的 转头 自动的左右转头 然后上下这个角度的话 是手动的调节的 详细的情况的话 大家可以去里面参考看看 现在有两个颜色可以选 除了这个白色之外 我这去年6月份买的 现在除了白色之外的话 还有白灰色的 给你参考 还有就是 去年好多朋友 有两个朋友已经找到我了 粉丝朋友 他说充电线已经弄到不见了 那我已经请厂商 挂了一个充电线的 这样的链接 如果你需要再买充电线的话呢 可以从那边直接购买 好了 今天开始影片 是这样的 就是 我这两天的话呢 这不是前两天 好像说了一个 6000块里的事情 大概提了一下 我还没说啥 因为我还没领呢 我真的我的钱 还趴在账户里的 我还没去拿出来呢 不是说没发给我 然后我就 开电风扇 关掉了 没封 然后呢 我就听这个 有人聊到 大概有一种的话 不知道突然间哪来了 还挺多 这个香港的朋友 或者是说 认识香港的朋友的 这样的人 就说6000块 我看到一个挺夸张的 就是他在嘲笑说 台湾发台币6000块 高兴个屁呀 什么香港的话 发了 香港什么这两年 派了什么5000 6000 什么12000 什么的 就说了很多 也有人说 因为疫情这两年呢 香港派了25000 还两万几 什么的 很好啊 香港给大家派钱 我替大家开心呢 但是 我那个什么 我也可以开心 我领了6000块台币呀 也不能说 我每个月赚4万块 因为有人赚40万 我就不开心 对不对 一样啊 我还是很开心呢 我这6000块也是 咱们这么说 白得到的 然后呢 就是那个人 还嘲笑说了台湾 台湾每个人 人均欠债啊 26万台币 我说哎呦 还真不知道 我上网一查呀 这家伙 香港人均欠债 20万港币 你还嘲笑别人干啥呢 是不是 除非你自己 你们那边没有欠债什么的啊 真的 我真的觉得说 除非你自己 可以做得很好 否则的话 真的不要嘲笑别人 我一直这么想 那我自己都有小尾巴 那就别嘲笑别人 对不对啊 你让人家抓到 不好看是不是 那还有另外一种 这个说法 我觉得我也看到好几条 我感觉这个就像 我老婆退税啊 每年我老婆也都退税啊 你要不信的话 你去哪里哪里 大陆的这个网站上 你看呢 有人教这个详细的退税方法 不好意思 这个跟退税是两回事 台湾这个钱 确实我理解的 如果不对的话 台湾朋友再帮我补充 希望大家留言这样 我的理解就是说什么 去年呢 还是前年呢 就是政府征收这个大企业 他们的税超额征收了 那就把这个超额的部分 拿来的话呢 返还于我们普通老百姓 是全台湾人人都有 人人都有 我女儿没有缴税吧 她没有工作 她没有缴税 对不对 对 女儿也有 所以说她没有缴税啊 你别说我女儿 抱在怀里的婴儿都有 她们有工作吗 她们有缴税吗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 好多朋友可能理解错误了 这个跟你老婆的退税 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缴税的人 她也一样拿到了这份钱 普发什么意思 人人都有的意思 我家楼下那街友大哥 也领到了 我记得他这个 给我看他那个 存簿上面写的 好像是这个什么 行政院拨款 是不是 行政院反正有这样的字样 等我们改天我领回来 给大家看吧 所以说这跟那个 譬如说你自己交的税多了 然后你算完之后 你下来退税的话 完全不一样 那不是一个事 真的这样 那不是一件事情 这个的话呢 台湾这个 人人都有 明白这意思吗 像这个朋友的话 我觉得她说的就是 我跟我老婆退税一样 我老婆也每年都退税 退这个什么 一千多块人民币 怎么怎么样的 你这个说法说的也不错 你老婆退税 你可能就没有退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不一样 普发跟 收入高 缴税 然后可以退税的人的话 那完全不一样的 我去年的话呢 就是在大陆拍影片的时候 我还分享了三杯卷五杯卷 这种话的话我就看到好多 甚至有人说 这有什么好显背的 我每年的话 我可以领什么13个月 他指的13个月 不是说年底一下领13个月 是每年12个月 等于说年终奖金一个月 我说妈呀 我说这咋还值得一说呢 我说这台湾我看电视 人家年终有领好几十个月的 不是也有吗 对不对 这这几年那个什么 海运部分 对不对 我老公的话 咱别说哈 就是一个月 就年终的话也好几个月呀 对不对 所以说你怎么领一个月的 还值得一骄傲呢 就是发那个三杯卷 五杯卷的时候 单纯就是为了促进经济 我的理解是促进经济 你拿这个卷政府发给你 那为什么没发钱呢 发钱的话你可能存起来了 为啥说促进经济呢 因为这个卷你是要去花掉的 它就相当于是现金 大家就是投资给花掉 所以说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真的跟说什么年终奖金 或者是说什么大家什么 收入的每年的退税的部分 真的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普发 我这么说今年普发了 明年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政府愿意把这个钱 拿出来普发给大家的话 我觉得也是开心的事情 虽然六千块钱不多 它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但不无小补啊 白给的不香吗 是不是 中国人不是常说吗 白给的不香吗 就是这样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开心 我不会因为说 香港拿了五千六千 什么一万几 什么两万几的一共 什么港币啊 我才拿六千台币 我就不应该开心吧 没有啊 我还是开心的呀 人家不发给我 我也没办法啊 这钱我也得不到 对不对 还是人家发了 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很多人 不知道你是故意酸呢 还是说你是理解上有误 阿旦把这件事情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好了 那就聊到这了 喜欢阿旦影片的朋友 点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明天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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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